李家超訪問深圳 他第一個他如果要通關就跟衛健委談的 就不是跟當地的領導談的 所以李家超上去我想禮節性拜訪 是多過談通關 當然通關可能是其中一個議題 但是這個議題其實不是跟當地的領導的 這個議題先跟衛健委談的 是先跟衛健委在衛生或者防疫政策上 有些共識才輪到地方談的 李家超可以談的就是跟地方之間的配額 包括學生配額 包括市民的配額會不會提升 包括逆向隔離 包括在香港做先隔離 接著就在國內面隔離 會不會這個都是一個內容 可能是的 更加多的內容可能都是包括我們不知道的 subject 包括可能會不會人民幣國際化 會不會電子化 會不會人民幣的自由度 或者其他一些我們根本不知道的 gender 他們已經認識了都不知道 我們不敢說的 某個程度上如果李家超跟疫情 或者跟這個開放必經有關的話 個人覺得都未必一定要李家超上去 也都未必一定要衛健委下來 我想未必見面都可以談到 而記住上個星期李克強去了深圳 據文 李家超其實都照見過香港的官員 李家超其實是否秘密上去呢 沒人知道的 可能是都未必 如果李家超要談通關呢 我更加覺得他應該 如果是最高層次 就應該見到李家超應該跟李家超談 就不是跟地方官員 跟地方官員根本沒有權 是去改變國家的動大聲明政策的 而你說李克強和習近平在訪問的時候 不如不要戴口罩呢 其實你看看李克強在五月去核南的時候 都是沒有戴口罩 都是很接近的 跟其他一些中國內地的一些學生 或者當地的人 你可以見到在國內他們可能認為風險沒那麼高 所以他們是無需戴口罩 但是來到國外 包括來到香港 可能風險是高了的 所以相對他們的距離和戴口罩的情況 就比較重視一點 兩地是不可以說一言語的 因為事實上國內的比例 就是說有案情的比例 有這個疫情的比例是比香港低很多 政府不是那麼像 游泳那裡限去500人 那500人究竟可不可以舉辦成功呢? 500人當中是包括工作人員的 如果工作人員佔三分之一的 佔四分之一的 就是說只有兩百多三百個的選手可以參加 那就是這個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是對著大型活動的一個特別批核來的 那個問題在於 就是之前上年批都批得寬鬆一點 那為什麼現在去到 就是新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的時候 反而保守了呢? 這個似乎香港政府都要想清楚 那就是香港政府究竟想給一個什麼信息給世界 想給什麼信息給香港人呢? 那第一個就是本身上年舉辦的時候呢 都是寬鬆一點點的 那今年舉辦呢? 反而正在握著了 那這個會不會讓香港人有些誤會呢? 就是香港政府在一個抗議政策方面 在一個隔離的政策方面 那究竟是在走開放的路呢? 還是越走越後呢? 就是說呢 還在那裡call back著呢? 那新加坡現在連口罩都不用戴了 29日有口罩呢 豁免的命令 那香港就好像越來越渣炎 那就是令人覺得香港政府究竟呢 在一個抗疫政策 轉移到在一個民生 和經濟上面的一個復原那裡呢? 究竟是不是有想清想楚? 究竟是不是真的做到事?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對於 那就是整個抗疫政策來講 那就是現在包括了香港政府 想在11月舉辦的大人活動 那個大人活動包括了一個金融的峰會 那現在似乎就不是很受到歡迎 那就算說那個籃球賽呢 好月也只有十幾對參加而已 那就是說呢 香港政府都應該知道 那現在世界上的趨勢呢 世界其他國家呢 並不是很接受香港政府 現在這一種這麼強的隔離政策的 或者呢來到香港呢 要強制隔離這一種呢 的做法的安排呢 是不是世界的一個潮流來的 那希望香港政府真的看清楚 那就是李家超呢 其實承諾呢 在他上任之後一百天呢 就要很清晰告訴大家聽 他上任究竟呢 他有些施政上面有什麼方針 有些什麼目標 那甚至KPI 你不要說KPI了 你現在呢 其實已經呢 是8月的24天的了 那李家超政府呢 已經上任了超過50天的了 那這50天的這個時間裡面呢 看不到的政府呢 是有一些很清晰的方向 那你最初給人的感覺呢 就在一個防疫政策上呢 是似乎在走放寬的路來的 就是說呢 是越來越放寬啦 是越來越歡迎外國女孩入境 那似乎有些措施是真的做了 但是跟著大家看到呢 更加好像那些措施呢 是拉回頭 好像是掌炎那樣的 越掌越炎那樣的 那現在接下來呢 那個疫情數字呢 就已經過7000的了 很快可能見到1萬的了 那事實上大家身邊呢 突然間多了很多人確診了 那可能是BA5的關係 BA5.5呢 是不是上一波第五波的主流病毒來的 那原來呢 在就算BA1.1、BA2和BA5之間呢 原來都是差得那麼遠的 就是大家呢 如果確診過BA1.1、BA2呢 那在2月3月的時候 確診過BA1.1、BA2呢 可能來到現在BA5比較流行呢 又沒有抵抗力的了 那這幾個看法呢 一個看法就是政府究竟是要認命呢 還是要繼續糾纏下去 那如果它糾纏下去的 又在那裡幻想呢 就說第二代疫苗呢 港大在試將會在12月可以面世了 又被人打疫苗 接著呢就可以解決問題 我個人覺得就是不可以 現在疫苗本身呢 它聲稱第二代疫苗 港大在做的那個呢 就說可以去治理呢 這個Momicon變成病毒 但是現在大家呢 原來打了第一代疫苗 打了甚至三針四針 就算大家呢身體強壯 身體裡面有抗體 在BA.1、BA.1曾經確診過 而有抗體的 去到BA.5已經擋不住了 那就是說呢 現在在做的測試的疫苗呢 都根本無效 那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想用疫苗來防止人感染呢 其實是不可能的 如果疫苗防止重症呢 這個更加呢 都不知道有什麼科目根據 在數字上如果你這樣看呢 其實香港人 九成人打了一二針的了 如果你說呢 如果你說呢 本身呢 九成人怎麼打一二針 剩下一成人還沒有打呢 那如果你說疫苗本身 可以降低重症和死亡個案呢 理論上就很少很少很少 出現死亡個案 因為只有一成人呢 是沒有打疫苗的 那如果打完疫苗之後 兩針都好 它仍然有重症和死亡個案呢 就是說呢 本身政府所宣傳 打疫苗可以預防重症和死亡個案呢 這個說法都根本是千方耶譚 如果我們既然這個根本是不實現的 不實在的 那為什麼我們不學其他國家 去真的行這個呢 就是開放一些的政策 你看新加坡 你看越南 你看菲律賓 你看看泰國 你看看韓國、日本 其實日本雖然這個數字是上升 但是重症死亡個案沒有上升 某個程度上呢 起碼這個經濟就不需要 繼續墮落下去 現在香港呢 似乎香港政府 李家超再去反港 就已經執政了五十幾天的了 但是似乎呢 它對香港的方針 包括了經濟怎麼復甦 包括呢就是怎樣可以保證香港人的生活 怎樣可以保障的生活細節 保證香港人的生活呢 在收入方面呢 或者在質素方面呢 起碼就不要跌那麼多呢 這方面呢似乎都沒有什麼一板斧 我想這個不是表態的 我又不敢這麼說 因為呢始終就是 很多因素的 就是不能夠說你不戴口罩呢 就是一個印象的 當然呢 有一個高官都說的 在國內 他就說遲早呢 這個新冠疫情呢 都會是第二級的一個傳染病 而已 就是說那個是風土病 我們叫 但是這個說法 就做沒有正式的一個說法 我想對李家超來說呢 在摸索現在北京正在走的政策 又或者看一看對面澳門 他現在走的 就是跟從北京 跟從中國大陸的政策 而出現的效果呢 我想李家超都要做一個平衡 而另一方面呢 也要看看新加坡 就是說他看中國大陸 看澳門看新加坡 這三個地方 基本上可以看到呢 就是走不同的政策之下呢 跟著在不同的時間 就會出現一些不同的效果 澳門呢 就是在走國內的政策的 跟著國內的 是跟著比香港還要抓的 香港就沒有那麼抓的 而新加坡呢 就是放寬得很厲害 可以看到兩個地方呢 現在經濟上表現的差異 如果香港覺得 我有很多錢派 我呢 可以保障香港人呢 就算你失業 我都養著你的 保険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不是嘛 現在香港根本就沒有那麼多錢 香港現在面對著呢 真是挺難的難題 無論公營的財政不是很漂亮 私營呢 更加資金緊絕 更加呢 市面呢 似乎出現蕭照的情況都挺大 那麼呢 看來香港政府 就是要痛恨知道 痛恨做些事情 要想一些方法出來說服我們香港人 就是究竟李家超 你怎麼可以搞好經濟 而不是呢 入油經濟呢 自身自滅 跟著呢 好的時候你就說自己好 不好的時候你就說國際 或者大局勢造成 這個反而就是 李家超政府應該要 就是動高床板去做清楚的事情 好看 好看